简讯今天来看到 苗栗县有庸路人深夜开车行经台72线公管路段 前方一辆自小客车高速逆向行驶在内侧车道 连续四部车辆驾驶被吓坏了紧急刹车 不断地闪大灯提醒对方才没有发生冲撞意外 而庸路人深夜开车行经台72线公管路段 前方内侧车道突然出现刺眼的光线 则没有人开着大灯迎面而来 驾驶猛然回神 竟然是一辆自小客车 以高达上百公里的时速逆向行驶 差一点就发生冲撞意外 连续男子表示当时是儿子开车要再送女儿前往泰安 还好及时闪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警方调查发现逆向的自小客车 是从大湖地区开上台72线东西向快速道路 沿途行驶至少5公里 还有连续四部车辆因为第一台车不断闪大灯 警示有逆向的自小客车 大家才纷纷躲过一劫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 24000元以下罚还 警方指出目前已经掌握特定车辆 要求车主道案说明 针对这么危险的驾驶行为 除了开法之外 也将以刑法涉嫌触犯公共危险罪嫌 韩送法办 解张新杰苗栗报道